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穿搭活力且时尚 远远望去似年轻小伙一般 不停地运球投篮 精力旺盛 或许是当地瘟疫形势严峻 年军八旬的情汉打篮球时也不忘戴上口罩 做足防疫措施 可两三圈下来 天气台门热 他索性将口罩拉至下巴处 露出鼻子好呼吸 表情略显呆滞 将镜头拉近后 昔日男神身形消瘦 脸部皮肤松弛 整个人老态明显 男神迟暮不禁令人身伤 事实上 今年四月底刚迎来76岁生日的情汉 虽说相较于同龄人保养得宜 但岁月还是在其脸上留下明显的痕迹 在此前的采访中 他透露最讨厌照镜子 并补充称 平日离起床刷牙都是低着头刷 因为觉得现在很丑嘛 言语中有点嫌弃自己的味道 自嘲老家伙 不拍戏的日子里 秦汉除了打篮球运动之外 自己还透露迷上黑胶唱片与音响 最大乐趣便是拆掉再重新组装 乐此不疲 除此之外 他对美剧一世情有独钟 剩下的时间则是陪伴四岁宝贝孙女孙宁 直言还享受目前慢节奏的退休生活 暂无付出荧幕开启的计划 曾几何时 秦汉和林青霞爱恨纠纷 虐恋近二十年 时至今日 二人之间的种种 如实是令人唏嘘 而近日 林青霞和秦汉世纪复合的消息 在网上又引起了不少热议 当年最让人羡慕的俊男美女组合如果复合了 相信不少人会感动落泪吧 事件的起因是 去年香港媒体报道 林青霞和政府行李员离婚 且有传闻称林青霞收了行李员 二十亿港币的赡养费 而对此 林青霞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随后 今年年初就有媒体爆料 林青霞现身秦汉豪宅 并且二人已经低调领证 而台湾媒体人高艾伦随后也呼应了 林青霞和秦汉的结婚传闻 据悉 高艾伦和林青霞的关系非常的好 高艾伦结婚时 林青霞还亲自到场祝贺 两人是四十多年的好友了 据高艾伦表述 他是在传出林青霞和秦汉秘密结婚仪式后 台湾第一个和林青霞同胜化的媒体人 而在当下就已经证实没有这回事 然后有记者又联系了秦汉的经纪人 对方坚决否认此事 连当事人秦汉先生听闻都一头无水 而且他也表示 两人是不可能复合的了 这把年纪一个人自由自在多好 林青霞和秦汉虽然复合无望 但是经过这一风波 网友却是再次回忆起两人当年的美好爱情 实在是让人心悸 48年前的一天 秦汉在全游剧组第一次见到小自己八岁的林青霞 彼时19岁的林青霞正直妙龄 一双大眼睛明亮而又神 用艺术的话说就是 他的美丽不在五官之间 太阳穴 耳朵 眉毛 是直连脚趾头都完美无缺 秦汉与林青霞的初见 可谓金风玉露一相逢 变胜血人间无数 秦汉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美丽姑娘 却忘了自己本是个有家世的男人 妻子还在家苦苦等着他 后来秦汉与林青霞虐恋几十年 两人终究没能成就家园 而秦汉的演艺事业也在流言飞语中走向了归途 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 可秦汉的当年却不得不提 出生于台湾显赫门第 父亲是高官 出道及巅峰担任男一号 被穷瑶赏识 还被林青霞爱了几十年 至于他为什么会入圈 又为什么迟迟不肯娶林青霞 这一切都要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 秦汉的出生开始说起 在上海出生的秦汉 后来又随家人前往台湾 那时他还不叫秦汉 孙祥忠才是他的本名 搬迁到台湾后 虽然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波折 但好在附近是个吃官饭的 一家人很快就安顿了下来 秦汉在台湾读书时 非常痛恨学校的武力教育 他清晰地记得 老师会用课桌椅打他们的屁股 全班几乎每个人都被打过 秦汉虽然生于匠门之家 但他本人对这种粗暴武力 却一点也不感兴趣 一年365天 他有一百多天都待在电影院里看电影 以此来逃避自己不喜欢的生活 因为喜欢看电影 秦汉渐渐有了做演员的心思 1966年 他听说中央电影公司正在招学员 秦汉一时兴起便前去面试 没想到自认为云里雾里的他 最终竟被中影录用 成了一名专业演员 去年班结束后 导演李汉翔立马联系秦汉 说要签下他 秦汉听到这个好消息后 马上拉着小伙伴 去找李汉翔签约 没想到对方只答应 给那些小伙伴们 开400块月薪 给秦汉的工资 则是他们的四倍 进公司不到一个月 秦汉便出演处女作 远山寒笑 足可见李汉翔对他有多重视 但不巧的是 开拍时秦汉得了长颜 整天面黄肌瘦不说 还经常因为拉肚子 到处找厕所 有时他拍着拍着 突然就想如厕 这严重影响了拍戏质量 拍完远山寒笑没多久 秦汉便不得不去服兵役 等三年后他再回来时 娱乐圈早已改头换面 武打片成了观众的心头最爱 秦汉没办法 只能在电影圈换些小角色眼 日子过得并不顺心 直到1973年 情况才有所改善 上世纪70年代 穷瑶式电影进入大众视线 天生一副忧郁脸的秦汉 开始大受伤识 并于1973年 出演母亲30岁和窗外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文艺男星 眼见秦汉如此受捧 三年后 穷瑶果断牵下他 并让他担任电影 《我是一片云》的男一号 和林青霞上演了一段痴情虐恋 戏底的秦汉 林青霞你浓我浓 戏外的二人同样也浓情蜜意 彼时的林青霞 是一正直妙龄的黄花大闺女 秦汉却是有家世的已婚男人 据说秦汉老婆邵乔音 在听到丈夫的风言风语后 常去剧组探班 名为探班 实为监事 1979年台湾媒体将秦汉与林青霞的剧照 说成是结婚照 登在了报纸头条 得知消息的邵乔音 直接一通电话打到林青霞那里 并警告对方不要做万人垂骂的小三 不堪指责林青霞乘飞机去了美国 并在一年后带来了未婚夫秦湘林 据说在和秦湘林订婚的前一晚 林青霞曾给秦汉打过一通电话 问自己要不要嫁给秦湘林 秦汉的回答却很是敷衍 一句随便你吧 让林青霞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也许是受够了秦丽念带给自己的折磨 1982年 邵乔音和秦汉离了婚 两人生育的一双儿女都归秦汉扶养 没想到离婚后的邵乔音依旧不依不饶 她还发下毒誓 秦汉可以和阿猫阿狗结婚 但绝不能和林青霞结婚 如果和林青霞结婚 我一定会大脑婚礼 让他们一生不得美满安宁 但书归说 秦汉这边总算摆脱了家庭束缚 林青霞也在订婚后的第四年结出婚约 两对苦情人终于在1985年再续前缘 后来二人更是合拍电影《魂滚红尘》 该片更是帮助林青霞一举拿下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拍摄《滚滚红尘》那段时间是他们最甜蜜的时候 两人一起去欧洲旅行 还去沙滩踩脚踏车车 举止和寻常夫妻并无二致 然而再美好的爱情终究是泡影 林青霞还是没能等来秦汉的那一句 嫁给我 分手的导火索是有一年的圣诞节 林青霞在外拍戏受了伤 打电话给秦汉希望他能过来探望 结果对方却说 你就是给我买了机票 我也不一定会去 被伤透了心的林青霞最终幸会一冷 他飞回香港 在全游家里对秦汉说出了那句久违的 我们分手吧 至此纠缠了将近二十年的秦林恋 彻底宣告结束 那之后秦汉埋头工作 相继参演《花旗少林》 《南京1937》等剧 画边绯闻少得可怜 林青霞则是嫁给富商行李员 拥有了五百万朵香槟色玫瑰 和一场价值一千七百万港币的豪华婚礼 告别就爱林青霞这么多年 后来秦汉除了和徐归英 有过一段短暂爱恋外 再无其他 他辜负前七级旧爱后 突然变干净的情史 既让人不解又让人错愕 2012年 林青霞在张慧妹演唱会上 点了首《我最亲爱的》 当张慧妹唱出那句 《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时 人们不仅想到秦汉林青霞 这对无缘鸳鸯 他们起初明明那么相爱 却怎么也走不到终点 从江门之后演艺新秀到穷瑶南郎 再到深陷秦林恋的痴情中 秦汉的前半生有过辉煌 也有过遗憾 但这一切都已随秋风逝去 再也没有追回的可能 往事已已 最后希望秦汉 还是能多多保重身体 度过一个安详 幸福的晚年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 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